大家好 现在北京大石辣商业步行街 这个地方人非常的多 我们进去走一走看一看 过红绿灯 对面看到的就是大石辣 这乍一看有点像是大炸篮 还是挺有意思的吧 人非常多啊 现在看到的是德云社 这个里面也不是想进就能进得去的 我们还是往前边走边看吧 反正像这些地方都是要约啊 然后很麻烦的 我们就边走边看 从这个角度回头看一下 我刚才走过的路 好多都是老字号啊 我们继续往前边走边看啊 大石辣这个地方也是听说了很多年了 所以这次来北京的话 是一定要过来走一走看一看的 今天中午我吃的啥 我找了那个庆丰包子铺 吃了三个包子 一碗粥 根本就没吃饱 然后刚才在这边发现这个景区里卖了个什么门丁肉饼 十块钱一个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尝了一下 感觉味道还是挺好的 非常好吃 早知道刚才买两个了 现在路过的这个地方是同仁堂 因为在北京同仁堂是非常出名的 在那个杭州有一个胡庆鱼堂 也是非常出名 叫北有同仁堂 南有胡庆鱼堂 走我们要不要进去看一下呢 它里面是不让拍照的 所以就出来了 和那个杭州的胡庆鱼堂是不一样的 胡庆鱼堂是你进去可以参观游玩的 好我们就顺着主干道继续往前走 哇这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的步行街啊 我之前逛的那个叫兰罗古巷 那和这里不是一个级别啊 兰罗古巷那个里面如果把它改造好一点 和这个一样的话 就是不要让那些什么电名车进去的话 那应该还可以 这个才是真正的老北京的步行街 看一下前面 特别漂亮 哇塞 这才是真正的北京特色的步行街啊 那个王府井的话 我是好多年以前去过 我感觉王府井的话和这里不是一个级别啊 这比那个王府井好太多了 这边还有新华书店 看一下前面远处的那个建筑 这种颜色在哈尔滨建的非常多 就是那种墨绿色的那种漆 我决定了还是要进来走一走看一看呢 要不然错过一次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呢 这里面全部都是卖吃的 吃的太多了 我觉得还得再找点吃的 这个对面看到的是大石辣美食城 好吧 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 这个里面 我现在不能吃太饱 吃太饱我晚上还要吃晚饭呢 我们去看了个墨绿色的那个建筑啊 因为这个漆没想到离开哈尔滨了 在北京也能看得到 这还是不容易的呀 我找到吃的了 买了一个葱油饼 行我来尝一尝 吃饱了我们继续逛街 刚才吃的那个饼还是 味道还是可以的 因为纯小麦嘛 加了点葱花 我在天津吃过的那个纯小麦 那个叫千层饼 人家是连葱花都没有放 比这个还好吃 刚一开始吃的时候 是特别不适应 因为连葱花都没有嘛 而且还比较硬 但是后来吃习惯了 会发现 哇塞 那个才是真正好吃的 那个叫什么 面粉做的那个饼啊 那个等我到天津的时候 再去品尝啊 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这个墨绿色的那个 那个房子 这个漆在哈尔滨 是到处都是 哈尔滨就喜欢这种 这个叫墨绿色的漆 非常的多 这条街估计再往前走 不到一百米就到头了呀 还是非常热了的 至少比那个 比那个啥 比蓝楼骨巷 感觉要好很多了 甚至比那个什么 王府井都要好很多 王府井的话 他没有这样的生活气息 知道吧 所以说这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 人们逛吃逛吃的地方 前面就是另外一个出入口 从大师那出来 对面看到的是 鲜鱼口 老字号美食街 看一下周围的这些建筑 哇塞 这又是另外一条 非常牛的步行街 你看一下这个路 还有铁轨呢 我这个路面 居然都是大理石铺的 怎么样 这条路豪不好华 哎呀 这条步行街 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脸面都有铁轨 那这个应该有 这个小火车吧 是不是有那个 观光小火车 哇 这条路也不得了啊 你看一下 相当的豪华 全部是大理石铺的地面 太震撼了啊 这个老北京 我今天算是领略到了 厉害 人们走累了 就坐在边上休息 实际上我也休息了 很长时间了 争取在三点钟之前 三点钟要准备返回 因为我从这里回去的话 要至少三个小时的时间 也就是我三点钟返回 等我到家门口 已经是六点了 所以说 再玩一会儿吧 现在正前方看到了 那个应该就是 再从这个角度逆光 看一下 大石铺 这条步行街 还是非常有特色的 和杭州的那个 有一条叫青河坊 相似度是非常高的 我们往前走下 前面那个应该是 大前门吧 有可能是 在大石那步行街 以及我现在所走的 这条街 绝对能找得到 老北京的美食 基本上都能找得到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下期见 下期见 感谢观看